2019台中電競嘉年華即將展開 這次由台中市政府主辦 下午舉行起跑記者會 會中市長盧秀燕也親自體驗 搭上模擬機艙 高達90%的逼真情境 彷彿真的翱翔在天際 還有他操作賽車的快感 讓市長直呼太酷了 體驗賽車快感 不過市長似乎還不太熟悉 操作一開始時速保持 40%一不小心還會撞車 地上跑的天上飛的 開完賽車接下來還要挑戰開飛機 市長現在在駕駛 幻象2000正在起飛 隨著螢幕飛機慢慢起飛 高達9成的逼真情境 彷彿真的翱翔天際 讓市長直呼太酷了 可以解釋 好 現在 行空的將我們換一下 2019年台中電競嘉年華即將展開 市長盧秀燕表示 台中是一個酷城市 全力引進讓市民年輕朋友 有感的全民運動和專業的競技項目 電競和斯巴達障礙跑 都是推動的重點 9月20到22號為期三天的嘉年華活動 包括校園杯 市民杯 還有國際戰隊的PK賽 歡迎民眾共享勝居 接近網民章 台中報導